我就要让她坐 拥挤的公车上戴帽子的阿贝 对学生喊话希望可以让出座位 但马上被后方站着的女乘客 出声制止 我没有敢我只会这样讲而已 18号上午基隆市的某班公车上 发生博爱座争议 画面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因为短短一周公车捷运加起来 至少就发生了三起争议 该让座了真的就会让座 像我怀孕的时候 有人看到我会让座 个别议题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存在吧 有些老人还是蛮老的 那可是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习惯 说会让座啊 因为我看蛮多老人 有蓝色的位置 他们也不会做普通座 北杰亲自解答 根据身心障碍者权力保障法 第53条规定 大众运输工具 应设置供身心障碍者 及老弱妇孕优先乘坐的博爱座 比率不得低于总座位数的15% 我们也不希望享受个案掩盖 或者是影响到多数人他们的善意 太累跟拉肚子当然不在 优先乘坐博爱座的顺序 网友认为不爱座本来就是老弱妇如忧心啊 最近的争议问题都在事件当事人的态度 和肢体动作太夸张 卫夫不透露 近期也在重新搜集意见 并拟定修正条文 专家则建议不爱座争议人要回归法律 不要因为少数个案 让不爱每亿变了掉 记者判监让曹文年三只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